大家好,身處於會在西甲的直播 當然是星期日晚,馬德里特奧會對王家貝利斯 都可以說是這一輪西甲很受注意的一場比賽 其實在星期六或這裏進行的賽事 有兩場都值得點評 首先是大家很注意的熱切曼聯 其實在比賽途中都提及過 會不會炒教練或教練關主 會去到熱切的扭爐,這真是不奇怪的 因為始終在調動,尤其是換出盧克斯摩拉 換入貝維恩的時候,現場有很多虛聲 熱切的情況,其實也提過 扭爐在今季作為一個狼隊的領隊或教練團隊 他有機會教一隊實力更強的球隊,很難拒絕 但是熱切的情況,現在的班底 很多球員的球員已經不淺,也有很多傷患 所以再加上新球場都用了不太長的時間 沒有太多資源,可以很大幅增兵的話 球隊的實力,球靈比較深,回復可能不太快 這些都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以次的狀況,其實 現在去教一隊這班球隊的挑戰是很大的 又說一下,雖然萬聯贏3比0 但是以次和萬聯有很多時段的表現 其實兩隊球不是相差很遠 首先這場球隊第一個要贊的就是卡雲尼 因為他很懂得和一些巨星合作 我們有些同事,譬如克魯斯諾艾進也說到 其實我們討論到基斯文的時候 會發現他和美斯或者賓斯瑪合作的時候 會出現一些問題 但是卡雲尼,你看到他和這麼多巨星合作 也沒有問題的 比賽初段,雖然斯朗和卡雲尼都曾經試過 大家走在一些重疊的位置 但是大家的調整也很快 斯朗也能夠知道大局 他出去比較外圍去用那個球 整個配合就變了問題不太大 把握機會,或者在策動上面 也都明顯兩隊球有個質素相差 說的是盧斯諾和班奴菲林迪斯 所以在這些層面上 形成有機會出現的時候 曼聯在尾爾的腳和最後的腳 都比熱刺系來得優勝 所以最後贏了 另外還有一場籃球 或者有隊球值得談論的就是巴塞 巴塞隆納其實他們近來 炒了朗奴高文 我也提過,其實如果在我的個人意見裡面 我完全不會怪朗奴高文 還有我覺得他是近年巴塞 其中一個搞得最好的教練 很感視不同的事情 但是這段時間有什麼問題呢? 當然是蘇比王馬 但那場球其實是非常高質素的比賽 很難說勝負 把握質素 有很多元素 未必是教練可以控制的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巴塞近來都不是太多媒體會提 其實季初曼菲斯迪比他 是完全揹起 前場攻擊那個鑰匙人 那個拆認人的一個角色 但是近這一兩個星期的比賽 其實他的狀態不是很突出 所以你會發現前場巴塞的用波 在過去這一個禮拜裡面的比賽 不出色 另外還有安叔法迪 其實復出之後 搶鏡了一會 然後又好像有少許沉寂 此外還有法人機迪莊的決神養傷 這個對於巴塞的影響非常之大 所以巴塞這段時間 其實他們的成績不好 都不是很出奇的事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點評這些比賽 到星期一晚的直播 會再跟大家聊聊其他的賽事 於是 感谢观看